阿拉斯加海岸美国拦截两架俄军轰炸机 局势严峻 中共使馆发布撤离乌克兰指南 澳大利亚防长下令 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中国 东航恢复多条国际航线 是解封先兆吗 和中共脱钩日期演练绝密项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根据美国军队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披露 10月17号美国空军追踪并拦截了两架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 他们进入了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内并且在此运行 美国空军的新闻稿说 俄罗斯的重型战略轰炸机有两名俄罗斯空军飞行员驾驶 从阿拉斯加海岸起飞进入了该防空识别区内 并且留在了国际空域 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领空 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是与美国或加拿大等地区相邻的一个国际空域 美国空军声称俄罗斯空军是入侵防空识别区 尽管没有被视为威胁也没有被视为挑衅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在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没有就此事提供更多的细节 根据资料 图95轰炸机被北约称为熊 是一种四引擎涡轮悬桨发动机驱动的大型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平台 可以挂载并发射带有核弹头的战术导弹 执行核攻击任务 预计至少在2040年之前 图95战略轰炸机仍然会在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服役 但约一个月之前 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也发现 跟踪并识别了两架俄罗斯军队的海上巡逻机 他们那次进入的是加拿大方向的防空识别区 尽管这些俄罗斯的军事飞机 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领空 美国军方没有认定他们构成威胁或挑衅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五表示 没有计划立即对乌克兰进行新的大规模打击 然而却在17号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导弹空袭和无人机袭击 鉴于俄罗斯方面的出尔反尔 美国五角大楼要严加防范俄军的一举一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8个月了 普京一再威胁动用核武器 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表示 完全准备好应对俄罗斯的任何核行动 但是没有看到俄罗斯可能使用此类武器的迹象 但是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19号凌晨 又再次发布转移撤离指南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19号凌晨2点40分 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突然发布 关于为在乌中国公民提供转移撤离指南和领事服务安排的通知 声称这是因为当前乌克兰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提醒中国人随时准备撤离 这一指南要中国人做好汽车油料等准备 关注第三国的入境和停留政策 并暂次提出 大使馆还会提供之前 饱受留学生诟病的大巴车接送和大陆商业包机等 早在2月份 美国等纷纷警告撤离的时候 中共没有任何的行动 导致许多听信他宣传的中国留学生 错失了撤离的最佳时机 如今俄罗斯在战场陷入困境 可能动用核武的威胁 使局势更加紧张 引发了更广泛的担忧 中方现在再次提出撤离 有观点就认为 考虑中俄关系估计与俄罗斯加大攻击有关 俄军再度猛烈攻击乌克兰多地的能源设施 首都基辅17号遭自杀式无人机轰炸 泽列斯基在推特表示 乌克兰30%的发电厂遭到了摧毁 导致全国大范围的停电 多个城市供电和供水中断 他放话说 这波攻击意味着 和普京政权已经没有了谈判的空间 普京在战场不利和补给不足的情况之下 展开了大反攻 并且拉白俄参战 CNN17号报道 白俄将支援9000人和俄军举行军演 这引发了乌克兰的警戒 独立国防分析家席穆卡说 其实白俄罗斯的部队相当的弱 有没有加入俄军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他认为白俄与俄军联合军演可能有三个目的 第一是准备迎战北约部队 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为零 第二是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但是这种情况也概率很小 实际上白俄人不想打乌克兰 第三是把乌克兰部队放在北约边界 而这正是引起乌克兰担心的 在俄国年度核武演习雷霆17号登场的同时 北约组织的年度核武演习坚定政务也同时举行 两方对峙 连专家都担心这会不会擦枪走火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同贝格18号表示 北约未来几天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 以协助乌克兰方面抵御无人机 而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长布达诺夫 稍早透露 最迟渴望在明年夏天终结俄罗斯入侵的战争 乌克兰将打回1991年从苏联独立时的边界 在英国政府惊觉中共军方在以高薪引诱英国的空军退役军人为其服务 国防部决定立刻采取法律行动予以制止之后 澳洲方面也做出了呼应立刻跟进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 马勒斯10月19号说 澳洲军方也开始动作 启动调查是否有退役的飞行员受聘为中共军队服务 马勒斯说对于有退役的澳军飞行员 也可能受聘参加南非一家飞行学校的培训项目 帮助训练中共飞行员的说法 他已经要求国防部进行调查 马勒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如果相关的人员真的受到外国政府高薪利诱 并将其置于为自己国家服务之上 他会非常震惊和深度的不安 此前英国国防部官员在13号警告 有几十名退役英军飞行员 接受了中共的高薪聘用 培训共军如何打败英国及其盟军 对于这个说法 互联网上有人联想到几个月之前 在中国的河南商丘 发生过一次军机坠机事件 从飞机上弹射出来的两个飞行员 其中一个就是外国人 当时就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现在有网民推测说 这就说得通了 说不定就是受聘的英国飞行员 英国国防部周二发推文说 退役英军飞行员向中共军队提供培训 明显会削弱英国的国防优势 英国正在立即采取行动 阻止和惩罚这一行为 这一事件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有分析认为 中共既然能对英国澳洲的飞行员下手 也不排除向其他的西方国家下手 估计会有更多的西方政府开始警惕 採取相应的行动加以严防 中共当局对清零的防疫政策仍然没有放宽的迹象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微博却在17号放出消息 东方航空计划在10月底恢复多条国际航线 包括上海到曼谷再到青岛 杭州青岛南京昆陵到东京成田机场 青岛南京烟台至首尔仁川机场 以及青岛到迪拜等多条航线 东方航空还表示 从10月30号冬春航季正式开启之后 东航计划每周客运国际航线将增至42条108班 有报道认为 东方航空10月底对多条国际航线的恢复 是中国可能逐步解封的讯号 而中共20大将在22号闭幕 但从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看 习近平咬定20大后 青岛政策不会放松 青岛才是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因此东方航空调整多条国际航线的消息 是否真的是大陆真正解封的前兆 外界也纷纷在猜疑之中 鉴于中共当局的一贯独断管理 大陆百姓估计依然只能在苦盼解封当中自我安慰了 相比之下 其他国家的解封就来得干脆而透明 韩国19号宣布 11月1号起将重新开启 包括台湾、日本、澳门等8个地区的旅客 免签入境韩国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一政策除了包含日本、台湾、澳门等三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还有索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 萨摩亚、汤家等5个太平洋岛国 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分享了最新的入境懒人包 如11月1号开始重启台韩相互免签等等 对于日本和台湾的民众来说 又多了一个出外旅行的选择 目前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 联手对抗中共的一个话题 就是与中共脱钩 为了预演一旦因为重大事件全面与中国经济脱钩 日本的本田公司在今年夏天进行一项 绝密的供应链重组计划 以了解一旦与中国脱钩 日本企业如何应对 日经中文网报道 本田公司这个绝密项目是探讨 用尽可能少的中国制造的部件 制造乘用车和摩托车的可能性 报道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和其他车辆的市场 如果台海发生紧急情况 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选择是否继续在中国展开业务 本田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占该公司的30%以上 但是要面对中国供应链带来的风险 必须先制定应急计划 本田公司正抓紧估算 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采购的成本 在9月份对100名日本企业家进行调查当中 有96%的人表示关注台海的突发事件 82%的人表示有或正在考虑 针对实际突发事件采取应对措施 市场对中国的风险也很敏感 一项对全球约13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 与2009年底比较 在中国销售比例高居50%到70%的企业 其股价至今下降了10%左右 若是在中国销售比例在25%的企业 股价则上升了60% 报道认为 在冷战期间 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供应链没有联系 日本企业去苏联化和去中国化都比较容易 但是现在从原材料的上游到产品组装的下游 都与中国有紧密的连接 今后日本企业得建立一个在紧急情况下 不依赖中国的供应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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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